主考官測風速 測到連自己的帽子都快被先飛 等一下 因為時間是不一定的 看一下 現場幾乎只聽得見風聲 全台第一場無人機考試登場 前一天下午因為風速7級風被獲取消 一早再來一次 上午測得6級強風 要考試可以 但得要求考生牽恰切結書 加是因為強風墜機自行負責 在強風下穩定起飛 成了考試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正是考試前加緊練習 路線高度穩定性 無人機緩緩起飛 但難免像這樣都要習慌 緊張是不會啦 今天的天候狀況是比較 比較不好 比較勉強一點 考生帽子被吹掉還能解回來 但無人機可不能有任何意外 因為過去無人機摔機自摔意外不斷 曾經就發生過有無人機自撞台北101 或者是砸下來撞上行進間的轎車 航空法從明年3月正式上路 只要機器達到2公斤以上就要考照 分為普通操作證和專業操作證 效期兩年 進天井現實 現實在作業的時候 無人機一定也是在有風的環境下面作業 對 你在那個那個一個封閉的那種室內場合 其實不是我們考試完異 有點像路考 全台灣第一座無人機考場 接連兩天因為強風干擾 上午6級風考試繼續 強風吹襲也成了挑戰穩定度的最大魔王關 記者彭志明 許文文彭馨 N3小組苗栗報導